現在是2023年8月6日 星期天下午2點半左右了 首先要來說 我前兩天的視頻都在談這個河北的大水災啊 我好像在那邊講風涼話說 慶祝水淹夏培1823年 沒想到現在新聞報導說 中國大陸那些老百姓真的希望政府放水淹他們 我還以為我這樣講我之前兩個視頻這樣說什麼 慶祝水淹夏培1823年會被罵慘 沒想到現在中國大陸的老百姓真的希望習近平放水淹他們 把我家都淹掉好不好 把我的工廠都淹掉好不好 為什麼老百姓會希望政府放水把他們淹掉 原來啊有補助啦 現在大陸人民生活呢 水深火熱啊 失業率高到下人 年輕人失業率大概就是50%啦 也就是兩個就有一個失業啦 另外一個沒有失業呢 可能是因為他就是不能就業 可能是精神病患啦 殘肺啦 兩個就有一個失業 那工廠倒的倒啊 那如果說現在讓政府放水把你的房子衝回 政府有補助喔 是不是可以拿到一筆錢 工廠已經不賺錢了 然後請政府放大水把這個工廠衝走 政府又補助一大筆錢下來 這樣反而有賺呢 所以才會出現這種不可思議的事情 說希望政府放水啊 此外我們從這個河北淹大水呢 我們來看喔 那一條河流叫做什麼 叫做來水啊 來水啊 現在 現在有 現在是把來 旁邊再給它加三點 代表說它是河流啦 那但是自古以來它的寫法就是 來水 那我要說什麼 你看喔 有一個字啊 有一個字啊 很少見啊 大家很少看到 你要查康熙字典 你會看到這個字 一個來 旁邊一個負 這個字其實就是等於什麼 賴 賴清德的賴 所以說這個來水啊 我們可以把它說成什麼 象征什麼 賴水 賴清德的賴 因為這個你看這個字啊 賴就等於賴啊 所以這個賴水 我們是不是也可以把它寫成賴清德的賴 賴水 也就是賴清德大水淹北京城啊 這次北京城也淹水嘛 然後最嚴重的就是淹水達12公尺以上的濁州市嘛 這濁州市在北京北京市的西南邊 賴清德的大水淹北京城 這代表什麼 這一次台灣的總統選舉 最後是誰當了總統 就是賴清德 所以北京當局呢 就好像被大水灌頂一樣啊 這一次很詭異的地方就是濁州市啊 你們知道濁州市的海拔高達多少 你們知道嗎 濁州市的海拔高達70公尺啊 台北市的海拔多少 台北市的海拔是0到1.5公尺而已哦 而而已啊 當然啊那個陽明山那些山不算啊 就是台北盆地啊 就是海拔0到1.5公尺 然後這個濁州 濁州濁州是太行山 三角下的沖積山平原嘛 是一個平原啊 面積大概有台北市的 面積大概跟台北市一樣大 700 750 750平方公里啊 大概跟台北一樣大 那人口是67萬左右 在這裡 那他海拔這麼高 比台北盆地高了將近70倍啊 比北京北京的海拔大概就是五六公尺啊 一公尺到五六公尺 那為什麼北京北京是淹水直到半個輪胎高 而濁州劉備的故鄉淹水竟然淹了12公尺高 而問題是濁州市海拔70公尺耶 你知道70公尺有多高嗎 一樓有三公尺嗎 那三 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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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二十三樓的話 差不多二十三樓啊 二十三樓啊 二十三樓水淹高達二十三樓那麼高耶 那 這個 不是那麼高啦 就是 他的海拔 濁州市海拔有二十三 二十三層樓那麼高啦 海拔70公尺 哦 當然啦裡面 濁州市裡面也有比較低的地方 比較低的地方也有三十七公尺哦 海拔也有三十七公尺 都遠比北京市還要高啊 但是他竟然會淹水淹12公尺高 反而北京市只淹了半個輪胎高而已 所以說 這個 這個就是 可能啦 有人 怕 中共官方啊 怕這個大水 因為 濁州市下來 下來就是北京市了嘛 還有那個什麼 保定市 還有一個什麼熊 熊安市吧 哦 那個都是習近平 很重視的城市啊 不能讓這些 三角下的這些城市 淹大水啊 所以竟然把那個高 高山上 海拔70公尺高的高山上 小小小的高山啊 小小高山上 可能就是在下面把它堵住啦 用沙包或什麼把它堵住 然後 讓那些水沒辦法下來 或者說只能下來一點點 所以大部分的水都激在那個高山上 就這樣把濁州市給淹了 而且 新聞有報導啊說 至少要淹一個月以上耶 那你看這67萬人口 會怎樣 現在官方說死亡人數只有147人啊 你相信嗎 當然不相信啊 此外還有一點很湊巧的就是濁州市的游地區號727耶 怎麼這麼巧啊 你看哦 727 這樣念過來也是727 而27就是水的忌日 就是呂布的忌日啊 我常常在說的27啊 濁州市的游地區號就這麼巧 727 此外 台北市也要小心哦 因為台北市的面積是多少 台北市的面積是272啊 272也就是台北市的面積 從後面鏈也是272 從前面鏈也是272 啊 郵寄區號727的濁州淹大水 那下一次 總面積272的 272平方公里的台北市 會不會淹大水 會不會哦 有可能哦 好 好 再來我們看 哇 我想很多人都很感動啊 好感人的 自白啊 好 我 我就我記憶所說的 稍微講一下 我從19歲呢 就北上 我來自一個孤苦的家庭 十九歲 北上單身進入 進入軍營 從軍 我每天早上六點就升起 這個時候 梁武帝就問旁邊的謝安說 他這個是什麼意思 早上六點就起來升起 謝安就跟梁武帝說 喔 阿狗呢 阿狐啦 他的意思是說 他六點鐘 他就起來自衛啦 打手槍 我們民間的說法 打手槍就叫做升起 哦吼吼吼吼吟說 了解了解 要繼續繼續念 我愛國 我看到 這個國企啊 我就深深感動 從軍官學校 畢業之後呢 衝鋒憲陣啊 我看到我的同袍都往前衝 然後他們都被歹徒亂劍射到頭都爆掉 而我都好好的躲好躲好躲滿躲到沙包 所以我歷經好幾次的戰役我都沒有受傷 梁武帝這個時候說 問謝安說他在說什麼 他是在說他的同學同梯的都衝到前面去送死嗎 然後他都躲得好好的 謝安說聽起來好像是這樣 那當然有時候我忍不住怕人家說我都沒有戰鬥 所以我就會從後面往前射了幾件 這幾件我都射得很準 都射到對方的屁股 當然這些屁股就是我同學的屁股 因為他們往前衝嘛 誰叫他們衝那麼快 人家我都躲在後面躲好好的 然後從後面放冷箭 然後就射到他們的屁股 所以每次戰役下來呢 他們都死了 我是唯一活著的人 而每次皇帝呢 要賞戰功呢 死的人當然就沒有賞啊 活著的人每次都能夠受賞啊 所以我就這樣一直升一直升官一直升官 就這樣呢 我從一個鄉下來的窮小孩 現在成為一方的大將一方的大爺 那請梁武帝呢 看在我如此奮鬥成功的份上 把你的女兒立陽公主嫁給我吧 這個梁武帝看完了 把侯錦 我說的是侯錦寄信給梁武帝啊 氣的把這張紙捏碎丟在地上啊 然後叫謝安去跟侯錦說 拜哈馬想吃天鵝肉 好再來我們看天鵝不曲啊 反授其咎啊 這是發生在五代十國的故事啊 像當事者講這種話的人不少喔 像郭威啊 郭台銘的祖先郭威 他本來要去評判 結果叛君呢 突然間把黃色的旗子披在他的身上說 我們現在把你披上黃色的旗子 就是黃袍加深啊 我們要擁護你當皇帝 但是郭威就在那邊猶豫不決啊 說不行啊 這樣我就算是背叛啊 我沒有承受諾言啊 就好像現在阿搞一直要郭台銘怎樣 說你是拜關公的啦 你曾經說要像關公那樣種意氣要挺我 是不是 你是不是意思就是要挺我 但是這個以郭威當時的狀況來說 旁邊有一個謀士啊 就跟郭威說 天語不取啊 反受其救啊 你今天如果這個大位你不拿 你不自己來做 你就在那邊拱別人上王位 那將來被滿門操斬的就是你 郭威一聽冷漢直流下定決心 好這個皇帝為我自己做了 所以郭威後來就真的當了皇帝 他的家有沒有被滿門操斬了 沒有啊 你們想想看那個呂布多傻 呂布當時把董卓殺了 他當時聲望那麼高 人中呂布 馬中赤兔 呂布就是不知道這一句話啦 天語不取 反受其救 其實呂布本來可以改寫歷史哦 可能只要呂布當時做對了 可能以後就沒有五福亂法 中國的歷史也不會所謂黑暗 黑暗時代四百年啊 當然都西方這方面很巧合啊 黑暗時代 中國在所謂的黑暗時代四百年 就是魏晉南北朝 黑暗四百年 當時在歐洲也是黑暗時代 中古世紀的黑暗時代 東西方 的歷史 有時候會雷同 但是當時呂布其實可以改變這一切的 這樣長江以北的漢人就不會幾乎死光了啊 當時長江以北的漢人幾乎死光 只剩下少數 少數就是福化的漢人 他是漢人但是他 他哀求胡人不要殺他 他把漢性改掉 改成胡人 穿胡人的衣服 講胡人的話 他就是當胡人的奴隆啦 這樣胡人就不殺他 譬如什麼 譬如誰 高歡 就是北齊皇帝高歡姓高嘛 他們 北齊皇帝皇祖都姓高 但是 他們是漢人呢 但是他們是 講鮮卑話的漢人 他本來 他本來不姓高 他本來 在 使用的姓叫做忽六魂 忽六魂啊 鮮卑的姓啊 後來 他們 忽六魂他們取得 政權 才把這個忽六魂 去掉 改改回原來的漢人的姓 有權利了嗎 我就不怕你了啊 有軍權了 才恢復 漢性高 這樣你 你投靠 胡人的 你就不會被殺 這個就跟台灣當年228大屠殺 一樣嘛 你反抗外省人的 就是會砍頭嘛 那你 跪下來說 求外省人不要殺你 我不講台語了 我都講國語 我都講北京話 拜託你 不要殺我 我就填你的 LOP 女兒嫁給你 隨便你蹂躏 我的財產也給你 你 你們 吃肉 我只要在 櫃在桌子下 撿那個 菜渣就好了 你不要殺我 類似這樣啦 這樣就可以活下來 那 呂布如果當時 我在設想 天與不取 如果他取了呢 呂布可以怎樣 把王允給殺了 把這個 造成東漢末年大亂的 罪魁禍首 王允 把他給殺了 然後 下令 西梁四大將 就是李爵 郭氏 樊仇 還有 這個 張鳳 都跟隨 董卓的女婿 董卓的女婿 牛扶 封為 正東大將軍 然後 西梁兵全部 赦免都無罪 沒有所謂的罪啦 他們都不是叛軍 牛扶 還 被封為正東大將軍 奉命 到 關東 以外 去 追剿 去圍剿 曹操 袁紹 這些叛軍 然後 當然啦 呂布要 先怎樣 逼 漢獻帝 善 善 善 位 你要換成一個新的朝代 這個朝代就以呂布的姓 叫做呂朝 你有了新的朝代也就是過去 姓柳的漢朝的所有的恩怨 全部都一筆勾� 不管以前董卓 做了 對漢朝做了什麼事 全部一筆勾� 這樣子改朝換代 西兩叛軍還會不會叛變 不會啊 他們 被新的皇帝 這個 授與軍階 授與軍銜 他們會認為說 現在一切都是從頭開始 東漢 東漢接下來就是呂朝 中國 可以成為一個很強大的國家 這個呂朝有呂布的騎兵啊 騎兵特別發達 族羽跟匈奴啊 或者鮮卑那些 騎馬的 部落呢 一拼高下 一較高下 還會不會有五胡亂法 就不會了啊 所以你看那個郭威 他也是 當 他被黃袍加深 之後他有沒有 把朝代的名稱 改掉 馬上改朝換代啊 你不能說郭威 郭威被人家 這個 永代為 永代為皇帝 你還用原來的 進 後進的進 不行 他不要 他就換成後周 就改成周啊 所以說如果今天啊 郭台銘真的 受到大家 永代 讓他當上總統 這個郭台銘 如果真的要 要讓這個社會安定 他可能會做出什麼事情 中華民國就沒有了 他把它改成什麼 郭天朝 郭天朝 富士康 富士康大國 富士康人民共和國 或者是紅海 紅海人民共和國 類似啦 我是舉個例子啦 最後要說的就是 台股的敵意 太過太甚了 你們會不會覺得說 台灣的股市 好像敵意很深 你看那個外國的股市 他們不會像台灣 那個大戶在坑殺 坑殺股民 坑殺閃入 不會這樣坑殺 他們都是光明正大的啊 他要漲 就一直漲啊 要跌就一直跌啊 他會不會掉你 像美國的股市 他會不會掉你 說今天給你漲 漲一點點 讓你 一直投入一直投入 然後突然間就給你延殺好幾天 美國股市不會這樣 他就是 光明正大嘛 我放出消息說 怎樣怎樣有 收 收益都很好 本益比 一股賺 賺了好多錢 隔天股市就大漲啊 大漲啊 大家都賺啊 壞消息來了 要升息了 美國政府要升息了 你看那個美國 他要升息 他是不是 事先就已經跟你講了 說可能 會升一馬 會升兩馬 早就跟你講了 所以你大概都知道說 美國股市再來就是要怎樣 要上升或下跌 大概都知道了 因為人家都已經跟你講了嘛 台灣不是 台灣的股市很奇怪 明明跟你說 AI多好 人工智慧 多棒 現在 好得不得了 結果隔天你買下去 先是 拉得很高 大家很快樂 買得很快樂 說昨天新聞說 會不會 AI越來越好 越來越好 現在買一定對 結果馬上怎樣 到盤中 跌停 這個就是很不友善 然後你看那些 廣告都有一些 所謂的 股市名嘴 他竟然叫 叫投資人要怎樣 他說 投資人 你不要 買 買那麼多 支股票 你就單支 就買一支 你所有的錢 就買一支 這個 這個叫做集中火力 你如果 好 你有一百萬 你買了十支股票 你根本照顧不來 名嘴都這樣跟老百姓講 跟這個散戶這樣講 想要投資的人 灌輸這種 把所有錢集中在 一個籃子裡 這樣 為什麼要這樣 這樣就是讓你 讓你的錢被全部騙光光啊 然後你就沒有 你就沒有錢了 你沒有錢就 有沒有能力再去告他了 就像那個詐騙集團 詐騙集團要騙一個人喔 他都一定是把你 不是把你的錢騙光呢 不是 他不會這樣做 詐騙集團怎麼會 怎麼會把你的錢騙光呢 不是騙光 而是把你騙到你負債 雷雷 把你騙到 不但騙光了 還要讓你負債 至少要讓你負債 三百萬五百萬一千萬 要讓你 永遠沒辦法翻身 因為 只要讓你 還有一點錢 詐騙集團就怕你會翻身 或者說你 還有錢 你就可能去打官司啊 這樣 對詐騙集團就很麻煩 而 台灣股市 這些 所謂 在賈外資 在搞台灣人的人 這些 外省人啊 他們就是怕 如果沒有把台灣人的錢 搞光了 會來告 你看像 前一陣子 什麼 生技股 都有那個 很惡意啊 詐騙 投資人 結果 投資人 還沒有 還沒有說 錢被人家炸光 炸到說 沒辦法告他們 所以 現在那些 開假公司啊 然後 坑殺 閃戶的 現在都被告了 但你們 你們有沒有覺得很奇怪 怎麼台灣會有這種 假公司 你看像以前那個葉書輝有沒有 他說他成立一個 科技公司啊 他們 他們的產品呢是全世界 獨一無二首創的 譬如說好像 核融核技術啊 現在全世界 還沒有這個 小太陽 核融核技術 用核融核來發電 然後 有一家 有一家科技公司就說他們已經 有核融核的技術了 然後 講的好像是真的 然後 馬政府還讓 譬如 譬如 我是說譬如 馬政府 馬政府還讓這樣的 根本就是 空口說白話的公司 的股票 核准上市 其實 你看像 葉書輝 那個 那些騙人的 科技公司 都是在馬英九執政的時候成立的嘛 就是 你覺得 怎麼 馬政府怎麼 怎麼 查證能力 這麼差 他根本就沒有這個產品 你還讓他 你還讓他 上市 所以 很多人就被騙到傾家蕩產 然後 我提醒大家 馬政府那個時候成立的 上市公司 現在還有 現在還有他 譬如說我看到有一家 搞科技的光學類似平板的那種 公司 他公司成立 的年代是在 馬英九執政的時候 但是他拖了好多年 等到 等到這個 蔡英文總統快要上任 的前半年 馬政府就讓他獲准 上市 然後他的 他的廣告有點類似以前那個葉書輝 那樣 他們發明的 他們的產品 領先全世界 然後 連那個韓國三星也來投資 然後台灣 的很多大公司也來投資 然後記者去訪問的時候 他都把這些 公司 當做背景 那個Mark公司的Mark 放在他的 後面 他就站在 那些大公司 三星 台灣的那些 有名的公司 他就站在公司Mark的前面 代表說 這些公司都挺我 然後我本來看了這個記者的訪問 我 就這樣